舍佛,功夫得利,意思就是舍佛。 你所舍的,真正得到受用。 这个叫得利。 怎样才能够得利? 大致不外乎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真的觉悟。 也就是说看破了。 第二种呢,真正放下了。 真正放下了就叫老师。 果然能够放得下。 放下的是什么呢? 妄念。 佛在经常常说的。 妄想分别自主。 把这些种统统放下了。 这种人叫老师人。 老师人是佛一定的受用。 受用是什么呢? 就是清净平等者。 得清净性。 得智慧。 智慧就先清了。 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佛对智慧的信心分は全不合放下。 那意思是佛在经典上所讲的道理。 他参透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这个心地也得到清净平等修 这两种人在佛法里面称为上至下日 看破的人绝对是上至上上根性的人 能够放得下这个理念不少是下日 他对佛教的理论方法都不知道 可是他能够对佛的教会深信不疑 佛教他使他就使 他也不管什么原因也不管什么道理 他就肯使就肯放下 那么要就《梅桃经》上三个条件来讲呢 能看得破 上上根人 山根深厚 能够一切放下老老实实去修行的 这是佛德深厚 都能成就啊 最怕的 最怕的是上根福德 两者都不够 既没有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又不肯接受佛的教会 又不肯接受佛的教会 依教奉行 处处依旧是分别之处 这样的人就很难成就 不但在佛法当中不能成就 事法里面的成就也有限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 如果我们心里面妄想很多 分别之处很重 那又放不下 一定要在教理上下功夫 读宋大臣 读宋大臣 研习经论 帮助你从错误的想法看法 转移到佛知佛见 那么在社会上 自古至今 这一类的人占大多数 所以佛对于一切众生的教学 采取讲经论说法 这个方式 对大多数人 大众当中 上根的一类的人占大多数 上根的立直跟下语的毕竟是少数 不是多数 而且实在讲的少之又少 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在一生当中 上上根人几乎没有遇到过 听都没有听说过 下语之人都遇到一些 真正老实人 遇到念佛法文 死心塌地地念下去 他往生的时候 实现稀有的略想 非常难得 那么当中 这是绝对大多数的人 人也是最难度的人 地藏经上所讲的 尹佛提众生 刚强难化了 就是直 这一部分人 那我们想想呢 我们也是这一部分人 我们要想成就 走哪个路是 一定要先看破 而后你在啃方向 要走这个路 那么要走这个路 为什么要劝人 先去念佛 到念佛他去念佛 然后再来研究 这个里头有个道理 这个里头有个道理 先敬念佛他们 收心 孟夫子讲得好啊 学问这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什么叫放心 心往外面跑嘛 往五一六成上跑嘛 把这个心收回来 所以到念佛堂念一段时期 收心呢 心收回来之后 你容易开悟啊 容易明白 明白了之后啊 自然就老实了 就真正能放下了 那么这个是教师的手段 手段 手段一定是因人而异 佛菩萨 佛菩萨有智慧 有神通 有能力 能关系 所以他善教 只要肯听话 只要肯一教封行 一生当中 确定能征服 真的是小成果 大成果 也是因人而异 只要肯听话 只要肯听话 有收获 那么这个就是讲的功夫得力了 如果是以自己的意思而行 不能遵守佛的教计 这就难了 这个就是真正的刚强谈话 这些事理 我们都要清楚 它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利益 也能够帮助我们 也能够帮助我们 教导别人 佛法殊胜的是大臣 究竟了议的是大臣 小臣是小教啊 对象真正是刚强南华 他们的分别执着放不下了 大臣佛法的殊胜 就是脱开信念 江卫农巨师 在《金刚经》讲一句 说得好 大耳化之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大臣修者的专则 一定要把心量脱开 昨天你们大家问过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 阿弥陀佛是不是只有四十八月 如果你分别执着 一定是四十八月 错了 《无量寿经》传到中国来的原本 原本 就很多种啊 古大德讲的没错 这一部剑 是世尊当年在世 多次宣讲 他不是讲一次 讲了很多次了 可见的是光为介绍 利业众生 那么信存的五种一本 说四十八月有两种 说二十四月也有两种 说三十六月有一种 你想想 那到底它是多少遍吗 阿弥陀佛 悲云无尽 无量无边 怎么可以用数字 要信真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介绍本思阿弥陀佛 也是随机说法的 将阿弥陀佛的悲悲 归纳起来说 所以说多说少 决定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而且四十八月 对一些大众们说 拿几条 适应某一类的人 适应某一类的人 哪几条适合另外一类的人 任何一类都是普渡法界有情中生 因为无尽的悲悲 都无尽的众生 因此 绝不能够有执着 我们懂得佛法的原则 破分别执着 这个我们在讲习里 讲得太多变速了 一有执着 就有六道 六道是执着心变现出来 一有分别就有十法界 离开分别执着 你就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你就住一阵法界了 一阵法界是佛经界 华言里面所讲的 祝福所住 行福所行 你要不舍弃分别执着 你怎么能够佛之助 行福之行 所以为这些众生说法 不能够随顺众生 这才契机 契机固然重要 还要契离 离就是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里面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那么由此可知 说法不容易 真正的说法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这就是如来说法了 菩萨听法也相当高明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那是菩萨听法 菩萨是觉悟的人听法 觉悟的人听法 他不执着 就像马明菩萨在七心论里面 教人的 不执着 立岩说相 不分别执着岩说相 立名字相 不分别执着名字相 名字属于啊 立新年相 听了 听了之后啊 绝定不去想想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话怎么讲法 不要去想想 为什么 蛮有意思 懂了 就悟了 不懂 想也不会开悟 决定不落在意识里头 这个叫立新原相 不去想它吧 那怎么样才明白呢 一遍一遍地听 一遍一遍地念 总有一个时期 哪一句话 哪一段文字 触动了你的心境 忽然开悟了 这种例子 我们在《死传》里面看到太多了 但是 你对于一切 事处事件发了 你还有分别 你还有执着 这个悟数就不可能出现 为什么呢 人开悟一定要清净心 一定要定心 因定开悟 你要晓得分别执着是乱性的 不定啊 不定啊 障碍你的悟门 你不会开悟啊 你不会开悟啊 人心心境 人心定了 容易开悟 但是 你不会开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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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物次数多了 彻悟了 彻悟是明显的结界 小物大物明白佛的意思 还有一句重要的话 佛所说的都是我们自信 离开自信 佛一句话也没有 都是自己的自信 你怎么悟啊 悟不是 他的意思我懂得了 不是 那个不叫悟 那叫事之变从 悟是 他说的那个原来是我的自信 受法界一真装严 就是当人自信 就是当人信 这真实说明 法外无心 心外无法 心法是一不是二 所以佛法讲到最后 就是波二发门 从波二发门里面就进行成佛了 所以你处处还有二 二是对立 现在讲相对 相对就入不了门了 入不了门的意思 就是你不能明心见心 不能明心见心 修得再好 在实法界 修得最好了 就如理如乏了 也是实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 天台家讲 相似为佛了 不是真的 相似 必须再突破 入波尔门 波尔门是一真法界 波二就是一马 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对人对死对我 这个心永远是清净的 永远是平等的 永远是真实的 永远是慈悲 这就是入波尔方文 你才得究竟圆满的理 这是学佛人 不能不懂 你不懂 就不得手 明了 就得其用了 完全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这自然就得大自在 得大圆满 好 今天时间到了